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上一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下如何实现一个可以滚动的图片栏 然后呢,但是上一节课我们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的需求 这节课呢,我会给大家继续来实现我们这个可以循环滚动的scroll wheel OK,我们继续打开我们的工程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如何才能去实现一个支持循环滚动的scroll wheel呢 其实原理很简单 我们在当前的第一张图片的前面 假设我们第一张图片现在它的x是00 那我们在x是负的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放一张我们当前的最后一张图片 然后呢,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之后再紧跟着一张第一张图片 这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滑动到第一张的时候 我再往前滑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最后一张图片,对不对 然后呢,这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跟着做一步的操作 就是我们这时候需要去修改我们当前这个scroll wheel的offset 然后呢,直接将它移动到最后一张图片上面去 这一瞬间用户是不会发觉的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在最前和最后各多放一张图片 然后呢,在用户滚动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再做一部分这个offset的更改操作 然后呢,以此来移甲乱针 首先呢,我们就进行第一步 我们在那个,我们这个scroll wheel的最前和最后 再各放一张图片 嗯,我们在 复循环的外面,在这个地方吧 然后呢,首先我们在前面放一张图片 我们叫,嗯,ImageLeft 然后它是一个,也是UiImage 一个UiImageWheel 然后呢,我们直接用frame来初始化它的大小 这时候大家想一下 我们要往第一张图片的前面再放一张 所以呢,它的这个X应该是负的 然后负多少呢 就是我们这个selfwheel的宽度 然后Y不需要变,还是0 然后大小也跟之前完全一样 这样我们就搞定了一张图片 然后呢,我们把这张图片 加到我们的scroll wheel上面去 这样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几张图的左边 有了一张图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我们这几张图的右边 再来一张 然后呢,它的X这个也会稍微的有一点 我们需要根据我们这个count的值 来进行一个设置 它相当于是我们的count乘以我们这个的宽度 OK,这样我们就在我们的scroll wheel的前后 各放置了一张图片 然后呢,我们再给这两张图片 再设置一下它的图片的url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首先 我们这是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的前面 我们应该放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张图片 最后一张图片的index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再修改一下 然后呢,再设置我们的最后一张图片 最后一张图片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张图片 OK,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 OK,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已经有一张图片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滚动过去 然后这个一会儿我会再进一步做处理 然后呢,我们最后也可以滚动到第一张图片上去了 看到了吧 这样 然后呢,接下来我教大家如何去 让我们的图片可以继续滚动 这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个scroll wheel的属性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属性的名字呢 叫contentinsight 然后它是一个UI edge类型的 属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scroll wheel 可以多滑动的那部分距离 就是当超出它的边界的时候 我们可以继续滑动多少 然后呢,第一个参数是top 因为我们的上端不需要多滑动 所以我们给零 然后左侧 我们需要多滑动的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距离 OK 然后呢 但是我们 然后bottom也是零 OK 这样就设置好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看一下效果 OK 这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往前移动了 看到了吗 这样我们就滚动到了最后一张图片上去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往前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样就滚动到了第一张图片上 这时候呢 我们就差最后一步操作了 然后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最后一步操作 我们该如何去写 最后一步呢 我们需要借助scroll wheel的delegate去实现 首先我们需要让当前的这个wheel实现我们的 usscroll wheel的delegate 然后呢 我们要用哪个delegate呢 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叫scroll wheel didn't scroll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就用它 这样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是按之前说的 我们mark 然后加上 哦 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delegate的名字 便于我们去寻找我们的方法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我们刚才找到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一步设置 我们会在scroll wheel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设置它的delegate 我们将它的delegate设置为self 这样我们的scroll wheel在调用那个方法的时候 他们会在self的这个wheel里面去寻找我们的方法 然后呢 每当我们的scroll wheel进行滚动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会被调用 而我们神奇的事情呢 也会在这个方法里面进行处理 在这呢 首先我们要拿到 我们当前的这个scroll wheel滚动到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叫它point 然后呢 我们scroll wheel有一个叫current offset的变量 这个变量保存的就是当前我这个scroll wheel滚动到的位置 然后有了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了 首先第一步 我们判断这个point 我们判断这个point 它的x值 如果等于我们这个 负的宽度 这时候我们就认为 我们的这个scroll wheel已经滚动到第一页 并且再往前滚动了一页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写一个判断 这个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point 它滚动到了 我们这个scroll wheel的尾端 也就是最后一张这个图片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 它的坐标呢 应该是content size的 这个 当我们有这两个坐标的时候 我们在这两个条件下 进行一下 offset的改变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 刚才所说的功能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改变 我们这个scroll wheel的content offset 然后呢 首先啊 不是这个 是这个地方 在下面 这是我们已经滚动到最前面了 这时候我们要修改scroll wheel的 然后呢 我们修改它的 有一个方法 叫做site content ofsite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一个cgpoint的类型 然后我们应该让它滚动到什么位置呢 滚动到 最后一张图上 最后一张图的位置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宽度减去我们will的一个宽度 然后呢 why 不用动 admitted 我们给一个no 因为如果有动画的话 用户就会看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能让它有动画 这样 然后呢 当滚动到第一页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的scroll wheel直接滚动到00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一甲乱针了 我们再看一下模拟器 然后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见证奇迹式的时刻 ok 我们滚动一下试试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的scroll wheel已经可以不停的循环滚动了 而且是完全看不出破绽的 是不是很神奇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 ok 我们现在再讲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给这个代码 我们要再加一个定时器 有了这个定时器呢 我们那个scroll wheel就可以自动的一张一张的循环滚动了 首先我们还是声明一个属性用来保存我们的计时器 然后呢 我们这个名字就叫timer 我们直接初始化好一个timer吧 nstimer 然后我们初始化一个 schedule timer 我们还是在使用的时候在 我们先声明一个这样 nstimer 然后它是一个optional的 然后呢 我们在什么时候启动这个timer呢 我们在我们设置好整个 秘密主well以后 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看一下 哦 现在代码 字太大 看的范围太小 有点不太清楚 这个括号 ok 应该是没有问题 记在这 然后呢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timer是否是在运作中的 如果它是在运作中呢 我们要停止它 然后呢 这个地方怎么判断呢 首先如果我们的计时器是在运行状态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取消 ok 然后 取消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计时器 然后我们设置一个时间间隔 比如说我们三秒钟滚动一个吧 然后 然后 设置称self 然后selector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写一个 我们可以先随便起个名字 就叫timershandle吧 然后这个给neal repeat一定要记得给true 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反复运行的 然后呢 这时候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timer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写一个handle timer的function 然后它其实这些都不需要 没有返回值 只是一个处理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修改一下 刚才是为了省事 我们直接用 它说提示我们用这个delector 然后呢 里面直接写我们的方法就行了 方法叫做time handle 搞定 OK 然后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改一下 修改一下我们scroll wheel的offset就可以完美实现了 scroll wheel 然后呢 它的content这个地方我们要用还是用这个site 然后这个cgpoint这个参数我们需要计算 这个呢首先是它当前的offset 也就是self.scroll wheel.current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怎么回事 啊 无所谓了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了 它的x然后这个要加上一个我们当前的宽度 因为我们要让它滚一屏嘛 然后y还是不变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设置称处了 因为我们需要它有一个滚动的动画 OK OK 为了便于看效果 我们把时间稍微改短一点 然后我们直接运行模拟器 这时候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我们这个scroll wheel会每隔1.5秒自动滚动一次 而且是循环滚动的 效果不错吧 我们用了两节课的时间 教大家去封装一个可以支持循环滚动的scroll wheel 然后呢它也使用了一个timer去进行自动滚动 然后呢 关键的技术也是使用了我们这个scroll wheel的delegate 然后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自己回去去实现一个这样可以循环滚动的scroll wheel 然后觉得 我觉得大家也许肯定会从其中受益匪浅的 OK 我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了 下一节课 我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去实现我们网易新闻客户端顶端的那个 也是可以滚动的各个type的那个segment control 然后呢 到时候我们也是会用我们自己去封装一个这样的空间 然后便于我们去使用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